我们喜可的粉丝们 大家好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的也是喜可的粉丝 一专妈妈 你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虎蛋 虎蛋 虎蛋呢 他也是都是穿喜可尿布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也很好奇就是 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机 要去用布尿布 然后怎么去找到 发现到喜可 然后喜可用完之后 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得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相信在线上呢 也有才刚刚想要了解一下 布尿布会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可怕 然后逢时要过着阿信的生活吗 好 借着这个一专妈妈他的经验 那来跟大家分享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一专妈妈 因为我真的也是第一次访问他 真的 我们今天刚好这些访谈都不是先客串好的 没错没错 那请问你家里面有几个孩子 几个宝宝 目前就他一个 我们是预计明年再有一个 太好了 预计明年再有一个 现在真的去年我听说台湾的生育率才13万 对超低 武淡你我跟你讲 我预言你一定可以上国立大学 你一定可以念国立大学 闭着眼睛都可以考上国立大学 那当初怎么会知道有布尿布这个东西 我从很久很久以前 电视上广告都会广告很多尿布 那大家就会发现他一定会有一个透气实验 因为看到尿布被反观 然后上面会有蒸汽 我想说这个世代都已经科技这么进步了 他是不是P图的 是不是电脑动画 我们其实不会知道 对 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就是一直打着问号 然后放在心中 那但是我知道有个东西叫布尿布 可是我真的不想像喜可爸所讲的这样 我并不想成为尿布界中的阿兴 我不想要有一个孩子之后 就把时间都绑在那上面 可是我觉得环保这件事情 其实说真的还是蛮重要 但是还是要看看能不能 对自己的生活上是有帮助的 所以就在富佑站上然后逛到了喜可 然后他确实做那个透气的那个实验 我真的看到蒸汽 所以那时候是 我有看到的什么样的道具 就是那个玻璃杯装热水 然后把囊带用那个橡皮筋捆起来 然后上面放一个玻璃片 有蒸汽出来 各位你们在家里面呢 如果你已经有宝宝 然后你在用纸尿布 你也可以玩一玩 倒一杯温开水 然后呢 就是把纸尿布盖上去 然后如果家里面没有透明的玻璃杯 如果你们都有马克杯 那是不行的 那最简单眼镜拿下来 然后放上去 然后看那个玻璃 有没有起雾 有没有像你吃面的时候 然后起雾一样 如果有 恭喜你那个尿布透气度就很好 对 但是如果说你放了半天 然后都没有看到水蒸汽 那真的是完全就不透气 对没错 因为我还蛮在意透气这件事情 所以当初倒不是说 我想要选布尿布或纸尿布 我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我只考虑宝宝用了 透气度能不能好 而我实际上看到了 洗壳的透气很好 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已经下了一级 很大的定型网 然后我就开始看这一类的讯息 对 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发现了布尿布的存在 其实我们在展场我们常会遇到客人 他可能知道你是好东西 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点恐惧感 布尿布要洗喔 哦原来要洗 啊谢谢再联络 对 这就是我不得不佩服 希克尔公司的用心 我看到你们第二个实验 那个实验也是让我震惊 对应该也是一场直播吧 那个时候是就吸尿店 然后上面用番茄酱 嗯 然后你们只用一般的那个加压 那个那个水压超弱我知道 嗯 但是只要是女生洗过衣服 也一定很清楚 番茄酱沾在衣服上 是不可能这样冲得掉的 绝对不可能 如果那么弱的水压 可以把番茄酱冲掉 那我相信便便没问题 嗯 所以我当下就觉得 诶那OK喔 这也是另外一个让我很轻松的方式 就 这个动作 没做过 那个真的 手就留给抱抱抱吧 不要拿来戳尿布 对 所以你发现就是说 诶冲一冲的话 冲一冲就好了 就几乎大概七八成八九成就 真的真的真的 对 所以我觉得轻松愉快 嗯 我在我的脸书上有po文 我拦路我骄傲 哈哈哈哈 对所以不是因为勤劳 绝对不是 哈哈哈哈哈哈 那 你是因为在逛展场的时候 才知道西可库这个品牌 所以你在展场的时候就买了 没有我在线上买的 是有一场线上妈妈教室买的 OK 所以你在是展场先发现 对 然后没有 虽然已经眼见为品了 但是还是要回去思考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说他符不符合我的生活作型 对 因为那时候我只知道这是个好东西 就像西可爸说 这是个好东西 但我试用吗 所以后来上完直播才看到 哎呦这么好洗 好洗那就没问题了 丢洗衣机 听来多开心啊 哈哈哈哈 中节下来你知道它是一个好东西 但是怎么样 你 你会 想要用布尿布 先生很支持吗 还是说先生觉得 你不要浪费钱了 哈哈哈 会不会三天 那个冲动 购物之后 然后后来又晾在旁边 嗯 其实当初我有 我确实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担心 就是 会担心说我会不会冲动购物之后 万用用不适合 所以我真的是在购买之前 很认真的爬文 我真的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好就好 在资讯保障 你可以找到任何你想要的讯息 所以我在精算过后 这肯定要精算的 尿布你就算一下 你一天会换几片 你一个月要用多少 一年会用到多少 我只要低于一年尿布前的价格 他得穿到三岁 嗯 所以我就算一下 只要是低于这个价格 通通都叫划算 嗯 对 所以我当初这件事情 我其实也没有跟老公商量特别多 我就跟他说 我有这个打算 那我也算过了 OK好 那个分歧零利率 哈哈 帮忙退一下 分歧零利率 我就入手了 所以我就因为这样子 说真的 人家都说 欸你是有宝宝之后才买吧 没有 宝宝还没出生 我就已经买好 放在那里等了 嗯 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你算起来是 分歧零利率之后 搞不好还比那个 那个子尿布一个月的花费还低 至少差不多会到半年吧 半年的花费应该差不多 因为尿布就很看宝宝啦 像他一开始他因为红屁屁 然后到后来屁屁整个破皮了 在月子中心的时候 很严重的破皮 所以他等于一点点尿尿 或便便直接会刺激到 所以他就便便很多 最多一天便便是四次 所以等于一个小时 可以换两到三次的尿布 那个尿布的数量其实非常的大 对 所以不管是新生儿的尿布 或者是之后换到S号、M号 我都觉得 你不晓得他会什么时候有这样的状况 对 可是我用不尿布 我想换我就换 因为在错月子中心的时候 我所知道的啦 一般他们也不太可能 那时候就帮你改用布尿布啦 不会 真的不会 对 因为他们其实也可以了解 因为他们工作量其实是蛮大的 确实 但是我确实听了好几个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尤其是当新手爸妈 他们很高兴的 妈妈也卸货了 然后住进这个坐月子中心想说 过个一个月的好日子 但是当他们check out的时候 就看到宝宝的这个屁股就 就破皮了真的很心疼 真的真的 我们住进去一个礼拜就这样了 一个礼拜 是真的特别敏感 所以我就觉得 还好庆幸我提早就买好了这个东西 已经减少它在尿布界当中尝试品牌 而且我还有一个困扰就是 尿布会换吗 适用的牌子不一样 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这包用完两三天 结果不适合 我是尿布也 纸尿布也要一直换 嗯 对 所以我就在想 那手下的尿布怎么办 嗯 对啊 其实那是一种我觉得 变相的事源浪费啦 当然送人也是可以 可是 嗯 嗯 我不知道妈妈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空闲 所以我觉得尽量避免就尽量避免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不但现在是五个月 五个月 五个月 你说从出月子中心之后 就换洗客裤吗 对 马上换 然后加了就换了 然后换了之后 你多久之后发现 他真的是对他的那个破皮啊 这个日期不知道大家说出来 会不会觉得很夸张 三天 三天 对 是不是真的很夸张 我自己都觉得夸张 就是在有看医生擦药膏的状况下 三天你就肉眼可见伤口收缩 等于他干燥了 他没有闷在里面 嗯 对 而且在月子中心还有晒屁屁这件事 所以照道理说有晒屁屁的状况下 不是应该干燥的更快 对啊 但是其实并没有 嗯 对 我回家尿布反倒都包着 洗可裤都包着 但我没有让他晒过一次屁屁 伤口居然可以肉眼可见的 收小 嗯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 应该是说 嗯 其实在透气这一块 我们当初在研发 那我一直很重视这一个部分 所有的广告里面 你你只只听到很透气 超透气 非常透气 那他透气指数 数字到底多少 很多人其实 哦 原来透气还有指标吗 有 对啊 有啊 有 包括我们会送SGS去测 嗯 所谓的透气指数 我们自己当然会测嘛 那我们好奇的就是 那我就把市面上的 的这个止尿布 也抽一款拿去做测试 啊 啊 我来做对照 是 结果你知道 对照之后发现这个数值差了60倍 我想在透气这两个字的定义上面 呃 即便你有一点点透气也只要透气 也可以说透气 像我在妈妈教室就问那些妈妈说 妈妈你有没有钱 什么意思啊 有啊 口袋有10块钱 那算有钱 也算有钱 4钱 那你如果很有钱很rich 那当然也是要有钱 广告我又不能抓他的语病啊 其实他说透气也不能说没有透气 他确实是有透气 其实在透气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就是说假设我们的皮肤 每小时他可以蒸发100克的汗气 是 如果今天盖了这一个布料 他只能透过50克 那剩下的50克是在皮肤跟布料之间 对 那你是一直在产生嘛 对 好就像锅子煮热水 然后蒸汽液在产生嘛 如果你只让一半透出来 那其实一半还是在锅子里面 对 那那个热就会积蓄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说透气 他的透过去的指数 没有大于你的皮肤产生的量 如果没有达到平衡 甚至他的他的素质更大的话 那根本你就会 里面会越积越多 是 没有错 所以妈妈的动机就是说 第一个他是很透气 喂小孩再怎么样 都是最大一个动机 喂小孩好 嗯 启示就说你算一算 好像还蛮划算的 是真的 真的很划算 真的 那 那再来有一个使命感是说 欸 环保嘛 所以我们这次支持环保 没错 好 我相信在看这个影片的观众们 妈妈们 他们也一定有一个心态就是 怕麻烦 真的 他们会观望 真的有讲的那么好奇吗 他也不见得知道说好奇 然后他直接就拒绝说布尿布洗衣服都已经很负担了 讲白一点 我也生小孩已经很委屈了 然后我还要继续拍拟 然后还要再继续做洗布尿布嘛 那你觉得呢 用了布尿布之后会让你觉得很麻烦吗 不会 我因为我们生活习惯的关系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定时的去做某一件事情 嗯 对 我没有办法固定同一个时间洗衣服 我没有要固定同一个时间洗奶瓶 这些我都没有办法 嗯 包含没有固定的时间倒垃圾 嗯对 那垃圾车 平常我是一个礼拜追一次 嗯对 但是我无法想象 使尿布累积一个礼拜的状态 用听用想象的都觉得那非常之可怕 我在月子中心才换半天 因为那个不是房屋人会来打扫吗 嗯 半天一天的尿布 我只要垃圾桶一打开我就觉得 天啊我快晕倒了 当然追垃圾车就是不累积那么大垃圾量 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如果我用纸尿布 我一定会累积很大的垃圾量 而且那是肉眼可见 如果我是天天追到垃圾车 你可能无感 因为垃圾不会累积在你家 但是如果我一个礼拜追一次 那肯定是以非常快的速度 在增长那个垃圾量 是 所以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嗯 对别人可能真的 呃住社区大楼的 你可以天天拿下去丢 做的你看不到没有感觉 但我一定是会很有感的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 是我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麻烦问题 所以不尿布我没有这个困扰 那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 那个实验很厉害嘛 那我刚刚也提到 我的座席是没有办法固定的 但是宝宝衣服总得天天洗吧 啊 对啊 对齁 那我尿布我只要泡过 把那个很大量的尿 倒掉之后 剩下尿布是不是基本上 已经干净一半了 在我的认知中 所以我就把他跟宝宝的衣服 因为宝宝衣服 我一定跟大人的分开洗 所以就等于那一桶洗衣机 只洗宝宝的东西 就统统倒下去 所以洗宝宝衣服跟洗尿布 就是同一件事情 衣服跟尿布一起洗 对 但是一般人会有一个 心理障碍啊 对不对会有 蛤 怎么会跟 那个衣服跟 大便一起洗 没有 其实那都已经 其实都已经 都已经处理掉了 对因为当你把那一桶 水先倒在马桶的时候 你一定可以知道 那个尿尿真的已经去一大部分 而且那尿布 说真的我就真的尝试 拿起来闻闻看 就闻闻看那尿味重不重啊 对啊 跟你刚换下来的时候 就会知道说 其实尿尿已经过去一半 那其实说真的也蛮干净的 宝宝的东西就是专属于他的 所以我就觉得还OK 当然我第一次清洗的时候 我有一点这样的担心 所以我拿起来第一件事情 觉得所有东西先闻过 很仔细的闻 对 确定是干净的 往后就一律这么处理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在台北餐展 我忘了 不知道哪一家电视台 来我们摊位采访 然后刚好有 有一个妈妈站在我们摊位前面 真的她想要买 那记者就访问她说 妈妈你为什么要看布尿布 她说 我家住在四楼 然后每天我都要提两大袋 因为我身双胞胎 所以然后两大袋的垃圾 去追垃圾车 在台北因为住那个 没有电梯的 对对对对对 哦 我想一想 哦啊真的还是蛮辛苦的 真的真的 用了洗可裤之后 你觉得对于宝宝 还有对于你的家庭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还是变化 我们刚刚有知道说 对她那个屁屁改善了 我觉得首先 家庭支出减少 再来省下很多时间 因为我真的觉得 所有的妈妈 在当妈妈之前 不一定精打细酸 当妈妈之后 一定有90%的妈妈 变得精打细酸 所以我觉得 什么都是钱 对 不用花时间 比较 就剩下比较奶粉特惠 你就再也不用比较尿布的特惠 对不然一定是嘛 我还有看到那个妈妈群有没有 然后上面就直接po各家的DM 大树药具 丁丁药具 啄木鸟 对 然后特价在哪里 多少钱这样子 我心想说 天啊 她不是说妈妈很累 对我也认同 妈妈好累 我如果花时间还要花脑力 这样 还有一个说法 妈妈已孕奔三年 还要花时间在记录这些事情 因为要烦的事情太多了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生活上最大的便利 对 省下这些时间 你可以好好的专心陪宝宝 对 或者是好 你可以跟她一起睡觉 对 真的是省下蛮多时间 因为我们家算小家庭嘛 就我跟老公 然后就跟她 所以 哦 还有四只狗狗 我还有四只狗狗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 算是蛮方便的 没有太大困扰 对 刚刚好像说 你买洗可裤的时候 没有先跟先生讨论嘛 我就是我跟她讲说 我考虑这个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她说你比较好就好了 哦 所以先生对于 你要用布尿布这件事情 其实是支持的 算支持啊 算支持 她就是觉得 反正家里衣服 本来就是我在洗 她不干涉这件事情 她说 如果你觉得不会更累 你决定好就好 所以她也担心我变得更累 但事实上并没有 她没有帮你洗吗 哈哈哈 应该这么说 是我不放心让她洗 她可以洗什么东西都可以 洗衣服就算了 哈哈哈 OK 其实我们在 呃 喜可的 呃 粉 粉专社团 你们发现好多 那个我们的粉丝 爸爸会帮忙洗 对 神队友 然后他们都会帮忙洗 比如说在喜可的 这个 创造了另外一种家庭乐趣 还有一个妥妻感情 对没有 因为她她比较 对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办法记住太多细节 嗯 对 我是觉得 各有各的专场 各自分工 对 就像我们家其实 负责料理也是老公 所以她的副食品 都是老公在处理的 不简单 对 啊我的任务就是 修水龙头 修马头 哈哈哈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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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喜可爸有一集有分享哦 你可以去加装高压水枪哦 对啊对啊对 我自己买来自己装哦 对那超好用的 对我自己买自己装 才花一百多块 昨天又购入一个活动式水龙头 哦 那个会转来转去 对对对对对 自己买自己装 对 所以我们两个的分工不一样 不错不错不错 那 本来我有一个 想要问你的问题啊 就是说 嗯 之前有没有用过 其他品牌的布尿布 那 三 哦 有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真的一定要好好回答一下 我是先发现了喜可库 那在这过程当中 我的搜寻词 关键词并不是布尿布 我的关键词就是喜可库 哈哈 对 我是很后来才发现 还有其他的布尿布 好那也没关系 我发现布尿布 其他品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大家居然推荐喜可的吸尿店 好推荐喜可的吸尿店 然后买到你的布尿布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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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因为 呃 当然我之后面很后面才去比较啦 呃 但是真的不符合我的生活缩系 嗯 他们大部分是都是的 但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方便 脏的部分再洗就好 嗯 我不想要整件洗 因为如果整件洗 我的背的分数就需要很多 所以就刚好昨天有个朋友问我 我需要买很多吗 嗯 我真的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如果我需要买很多 那我的总金额加起来 我跟止尿布有什么区别 对 所以我认为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其实我们型款已经换过 好像四到五代 我自己都忘记了 就是不同的型款 那会会一直换型款 其实就希望能够越来越简单 对 越来越上手 对 最后你觉得 以你的使用经验 嗯嗯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要给 还在犹豫 要不要入坑 哈哈哈 这一些我们的粉丝也好 观望的妈妈也好 一些建议 嗯 首先我最大的建议就是 真的可以直接去爬文 直接爬 习客库就好 不得不说 因为要先了解这个产品是不是适合你 如果一开始就做多加比较 很难去理解这东西是不是适合你 而且我觉得 习客家族真的把这一类的讯息做得非常详细的 如何清洗 如何使用 如何照护 那你一定可以知道说 这东西其实不会让你变成 阿信 嗯嗯 对确实不会变成阿信 那你说购入的东西一定要到很多吗 习客的东西其实可以传承啦 所以我有一部分是买二手的 如果大家很在意的话 也可以去买二手的来尝试看看 但是要认真做完功课 不得不说 一定得要认真做完功课 因为那毕竟是用过了 它的可用的程度 或者它已经用了多久了 这件事情一定要事先了解 嗯 对 所以要买全新的一定是最好的啦 对 因为我都买了 所以我已经有比较值 其实站在习客 我们不会阻止 反而我们会鼓励习客的理念就是 3R 它是我们的一个核心 哪三个R 其实就是reuse 重复使用 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第二个的话就是reduce 垃圾减量 还有第三个就是recycle 循环使用 像FB上面有一个即可尿部讨论社团吧 好像是 对 那里面其实还是有二手交易 对 那其实我们也在里面 那我们 我们其实还是鼓励的 因为一直符合我们的所谓的重复使用嘛 对 循环使用 当有朋友问我们说 那你们在做环保 那环保赚钱吗 好像听说很夯 我说做做看你就知道了 环保其实是大家都会讲 但是其实是很辛苦的 真的 不过今天如果我们不做了 那就大家就没有一个选择的机会了 是 那所以我们是鼓励的 但是就像刚刚一尊妈妈讲的就是 要小心 要小心 要注意 对 好啦 好啦 你先下镜头 先下镜头 我先给爸爸呀 嗯 那 呃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大推 大推 哈哈哈 还没入手的 真的大推 好用 是 QA的部分有人在询问说 这样用起来真的不会有味道吗 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 你可以知道尿部满了没 那个味道 半夜 尤其是尿多的时候 像我们家宝宝 最近食量刚好 又增加 一餐可以喝到240 所以 他的尿部 吸尿量就会变很多 所以你只要一抱起来 闻到尿位 你就知道尿部满了 马上得换 对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大的 很很方便的地方 你不需要 嗯 依赖那个 那个叫什么 尿湿显示 我现在都靠我的鼻子 所以自己有没有确诊 他没有 开玩笑 对 我曾经接过一通 科书电话 科书 真的 打电话到公司 然后他说他买了 我们的洗可库 然后他说 为什么你们的洗可库 没有抗菌除臭 然后宝宝大便以后 怎么会那么臭 妈妈一般 那个宝宝的东西 都不会处理抗菌 你的止尿部呢 基本上 他也没有这个功能 但是为什么止尿部没有味道 因为你用不透气的塑胶带 把宝宝屁股包起来了 所以你当然闻不到 我们的尿部因为太透气 所以你一大便 你就马上就闻到了 我觉得那真的是对宝宝 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你可以立即处理这件事情 对 当然就是如果你24小时跟着的话 一定可以马上发现 好那第二个我觉得 那尿部堆积在一起 会不会有味道 我基本上是拿一个水桶 然后一样装清洁剂 就是洗衣乳这一类的东西 然后就把它泡进去 如果担心味道 你就找一个有盖子的 那因为那一间浴室 不在我的房间里 所以我基本上 就是直接是让他透气 因为我需要 我目测看得到他 我知道他满了没 满了我就必须得洗 如果没满 我就会累积到他满了 对我心情好才洗 才洗尿部 所以那个味道 我觉得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浓郁 那用到现在目前为止 古旦五个月了嘛 那算起来也用了四个月 三四个月的时间了 四个月 那目前的那一些垫子啊 尿布啊 你洗完之后 都洗衣机洗嘛 洗衣机洗 全部洗衣机洗 那洗完之后你就有 对 我基本上平均一个礼拜左右 我就会拿起来闻一次 那我的清洗方式 就是完全照观望的清洗 用去子粉泡 但是我不会 我没有时间直接去煮 所以我就是热水浸泡而已 其实我觉得热水浸泡 效果也很不错 一开始我先泡水嘛 那把洗衣乳的水先倒掉一次 之后我会整桶 再去泡去子粉加热水 那泡完之后一样把那水倒掉 丢洗衣机 就是正常清洁程序啦 那完之后我一样会拿起来检查 基本上所有的味道就没有了 那我得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有买二缩的洗尿垫 那其中有三块是黄边 就是之前比较早一代的 对黄边的 那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 我其他的尿垫 白金尿垫都没有味道 为什么就黄边的尿垫味道那么浓郁 那我一样整桶都泡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 后来我真的有点受不了 我就把那三片单独拿出来泡 哦 那颜色真的吓死我了 点一位妈妈的那个 而且那个脂孔布 那个半夜我会被凑醒 对 所以那个味道确实是有 如果有尿素沉淀 那你就泡一下就好了 对 花的时间不会太长 皮脂粉这个东西 我们通常建议就是说 可能两个礼拜 然后你就把它做一个深层清洁 再泡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可以省掉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刚刚那个一传妈妈说 她买到二手的部分 可能就是她没有照这些程序 或者是 或者是她之前用的洗剂吧 没有办法洗得太干净 以至于一直沉积一直沉积 连她宝宝的尿素一起传承给你 对 没错 真的是 她才变苦干了 我觉得这最厉害是不影响 那个洗尿的那个状态 她就像洗可爸会说 你用热水剪刺一下 只要热水下去你闻得到 那个就一定要处理 有人再问说 这样宝宝穿起来真的比较舒服吗 怎么知道她说不舒服 说真的我们不会知道 哈哈哈 我这么说好了 因为我算是已经有红屁屁跟破皮的状况 基本上她只要一穿上止尿布 干的时候没事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你就会发现她开始哭闹 对 所以我这么解读她我也不舒服 而且你知道那个尿尿多少吗 止尿布肉眼面积尿尿这么大 她就嫌弃那块尿布 我在月子中心听别人分享 这叫尿布洁癖 所以如果有尿布洁癖的宝宝 这止尿布得要花多凶的钱啊 对想起来我自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准备多少才够 准备多少 那样 习可裤我是买套装全新的 它里面有15片的吸尿垫 5件的外裤 8件的囊带 那这是这个套装 那我额外多买了二手的吸尿垫 如果没记错应该有15片 我加重起来大概30出头啦 那以宝宝还满院的时候回到家里 我大概每天洗一次就一桶 几片我没有精算 因为每一天的换部部的次数不一样 反正就是一桶我就到洗衣机 那现在它比较稳定 尿尿是特大泡的 那都满了它才会抗疫 所以表示它是舒服的 那我都会拖下来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摸屁股是不是干的 如果是湿的我就会先跟它说 对不起妈咪等太久才帮你换 但通常绝大多数都是干的 所以我觉得那洗尿的状况是很OK 所以我大约我大概是准备30片的洗尿垫 然后我有7件外裤 囊袋我准备的量 因为我有一部分都是都入手二手的 所以二手的品质也不差 那目前囊袋我就没有算了 囊袋我没有算我有几件 现在目前是几天 我现在两天洗一次 两天洗一次 那我解释一下 因为像以我们在推荐给各位妈妈们的一个套餐 套餐的概念就是 以你的习惯是一天洗一次衣服的概念 当然我们不会说为了要做生意 然后给你硬筛 然后加了很大的金额 最主要你要先习惯 然后让我可以一天洗衣服 变成两天洗衣服的时候 你就可以再去加购这个洗尿垫 我一开始也是购入这个套餐 那是用到后来我觉得 因为我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才额外就是再去买那个洗尿垫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要这样子够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一专妈妈 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谢谢 那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